本期节目特别感谢 首生者录音室协助声音的后制 如果有任何录音或者是声音后制的需求 欢迎在FB搜寻首生者录音室 AJ 宅漫漫说 大家好,我是AJ 欢迎来到宅漫漫说 那我们这一集是直接延续上一集的录音 好,那我们麻烦雨根再跟我们分享 分享一下你下一层的新闻 OK,这个其实也是小东西 就是佩洛松拿系列的作曲家 暮黑将司 他宣布要离开亚特拉斯 我好难过 虽然他是有说他只是独立 他只是出去做个工作室 然后会持续跟亚特拉斯合作 而且往好处来想是 以后你会在其他的游戏 也有机会听到 暮黑将司 可是我其实是不抱太多 乐观的太多 因为这就表示他的被分散了 他的时数被分散了 对啦 因为我自己是亚特拉斯的粉丝啦 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这个消息虽然是 应该说你是一个祝福木黑将司老师离开的一个新闻 可是我就会觉得刚刚完了 以后亚特拉斯的游戏一定没什么听到他的歌曲 刚刚好难过 我自己的想法其实是觉得可能其他他其他游戏可能比较听不到 但我觉得P系列应该还是听得到啦 因为P系列应该还是他的一个最红的一个系列 就算你今天要离开你可能这个系列应该还是会想要继续维持是你的代表作 因为毕竟这系列也算是打响他最多知名度的一款 就是他离开可能真的比较多时间没办法做亚特拉斯其他游戏 但我觉得如果今天是P系列的话 应该是怎么样应该都愿意抽空 我也觉得应该是没问题 而且你知道P系列其实他的过程是蛮坎坷的 其实P系列是从真女神系列算是外转出来的 就是转出来的 详细我有点忘了 但是他实际上原本是真女神转生这个系列 然后后来中间有一代是算是做一个外转的形式 做培路索纳最女伐 就是俗称的一二代 然后慢慢有一点起色 大家接受度没有那么高 但是有稍微有点讨论度 之后的培路索纳三出来才有暴雨波成长 但是当时暴雨波成长其实也只是在 亚洲日本这边华人圈 那叫什么亚洲圈 欧美那边是还好 那接着是批示出来的时候 欧美那边才整个就爆开 所以其实培路索纳的历史来看的话 它算是一个实验性的作品 然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就之后 才一路爬到了今天算是欧美那边非常认同 就是如果你提到说你在欧美人提到说 你有没有喜欢的日式RPG游戏 可能高几率都会提到培路索纳 但是那也是现在四五代整个拿起来 其实以前早期一二三代是还好 他一二代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没有打出自己的定位 因为他原本真女神转身跟女神一文路 他原本是想要分割成女神转身是走比较严肃 然后给比较大人一点的故事 然后那个一文路比较给年轻像一点的观众 来接触他们的游戏 但是因为可能一二代还没有做好 那么明确的年轻感可能还没抓出来 然后到第三代的时候才明显有这个味道在 但其实以我自己的角度 因为我是从四代到回去玩三 所以我在三代的时候 我会感觉到那个氛围还是有一点压力 现在从四跳三的感觉会有一种很压抑的氛围 我也会有一种还没那么跳脱一二代的感觉 但是已经有接近他们想要给他们目标客群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就是三代 然后四代就是有点给太多 他好玩但是好像有点太青春了 然后到五代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好的balance 可是我觉得还是定位上的问题 因为四代的这种休闲感跟娱乐感确实是比较重 可是不得不否认就是四代确实也是呼吁比较高 五代来说的话 我觉得平衡整体来讲是最完美的 我也承认 可是五代因为他的议题其实是比较 比较茁壮在于一些当年日本很多的一些议题 像是校园霸凌 对 然后还有像是那个黑钱 黑社会就是操控的部分 就等等他里面的每一个故事其实都跟日本当今的一些议题有关 所以整体来讲其实还是有比较沉重一点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他这个平衡不错 我是觉得因为他就是有比较沉重一点的社会议题 但是他也有就是主角很欢乐的气氛 然后这个很帅 然后也尽量用比较不会发生真的很悲剧的事情来处理 其实一开始我在玩第一个篇章 就压之前这一张的时候蛮shock的 因为还有到志凡有跳楼这样 我有吓到我就想 一开始想说一定是会救下他之类的 然后没有他真的跳下去 最后是没死 但还是蛮shock的 这个篇章就是做这么沉重的样子 后来就有点收回了 就比较都走在比较安全的范围内 但我觉得整体上这个议题的严肃程度 我觉得都算是挑的不错 但我觉得有一点点小可惜的地方是 我觉得五代想讲的议题是有趣的 但他好像我觉得他没有讲一个很足够到点的一个答案 也不能说有什么正确答案 就是我觉得还是用很王道的方式来结束这个故事 我觉得有一点小可惜 因为我会觉得他可能会是一个议题的碰撞 然后角色的想法之间的碰撞 但最后还是有一种 就是我们就是怪盗团 我们就是打爆神 这种感觉给我我觉得还是有点 跟世代有点像 就是这个议题有趣 但是我们用王道的方式 小小的 我在猜可能也是不敢 可能也是不敢讲得太实 因为这个议题 社会已经存在这么久了 都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式 你凭什么一个游戏就把它说得这么明白白的 就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但是我也是这样觉得 讲到这个PC列 因为你后来有把那个玩完 对不对 就是魅影公手 我都有玩 对对对 那时候我不是就跟你说 很多在P5的里面感受不到的东西 会在那个魅影公手里面体验到 我真的觉得就是 我真的觉得他们这一首真的做得很贼 因为你如果玩过世代的G版本 就Golden黄金的版本 它其实是整体性来讲非常完美的一个故事 但是你如果以这个感觉去玩五代 就算是玩皇家版就P5R皇家版 你也会觉得干什么loss掉了一些东西 因为它的那个欢乐的程度完全不同 所以当时我其实也是 我那时候玩完那个Loyaru版本的皇家版本 我还是有一点小失落 结果后来魅影公手出来的时候 我本来是不抱期望 就说干无双爱又光荣爱 然后后来 他们拉回来自己做 还好他们有拉回来自己做 如果给光荣做我看大概用悲剧的 然后那个时候整个都玩完的时候 我就说干对吧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裴鲁兽达的故事 所以真的是奉劝各位 如果你们有兴趣去玩裴鲁兽达R这个版本的话 切记一定要把后续的内影公手 就是无双那个版本一起玩完 它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其实我在想未来的游戏会不会越来越有这种趋势 它可能会保留一点其他的故事 更多的一些其他的故事在其他的游戏上 因为我觉得P4G已经有点太完整了 所以它后来分割出来的外传都变得没什么东西了 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 像我后来去玩P4D 就是Dancing All Night那个 那个我就觉得玩起来就 你也没有更多欢乐的东西了 你就是在跑一个主线 但它主线也不够精彩这样 所以我玩P4D反而觉得很空虚 然后我在玩P5S的时候 至少这一部分 他们欢乐的旅游的部分 很满足我 就是我希望在原本可以看到 那虽然是分割出来 但至少它新做的这款游戏 不会让你觉得买起来 就是少太无聊 不会觉得买起来不值得 因为我们这些很储的人 我管他出什么我都会买 真的 我反而这样子分段式体验 我会觉得好啦 每一个都还不错 但像P4就是因为都太完整 再一款游戏都太完整 所以P4D反而觉得 玩起来有一点没那么体验 没那么好 就是玩换装跟跳舞而已 你不要讲P4D啊 他后来出的 P5跟P3出的那个跳舞版本 不是连剧情都拔掉 干脆连剧情都没有 但我觉得他反而是 把他自己定位 就直接在纯音乐游戏 那我就很明确知道说 这个就是没有剧情的部分 所以我会觉得还好 那因为他那种无双 有一下多少还是要有一点主线 那我会觉得他这样子 主线玩起来是比较舒服的 就是他有足足一些游玩的剧情 快乐的剧情这样 我的想法会是这样啦 好啦不管怎么说 干陪我说哪六 我求你啦 我求你 其实我在想 这一次应该会换主制作人吧 感觉啦 可是我也很怕 你说实在换一组制作人 就等于是 就等于是一个大冒险了 因为他们现在也分出来 分出另一件 另外叫什么 Polger什么 Studio Studio Zero 对对对对对 我也是很期待他们的游戏啦 但就是他们的东西 我觉得是 怎么说 就是等到他们 真的有东西出来再说 因为分出来也一年多了 可是实际上 目前没有任何的 太大的消息 对 他们只有说 他们要做一款RPG而已 那陪陆顺兰到这边的话 当然已经有传闻说 陪陆顺兰是不会再有续作了 就是五代 就是终结 有这个说法吗 有有有 当时好像 我先说我没有看到 确定的新闻 我也是听说的 但是就是有 好像制作团队有公开说 应该是不会再有P6 对 就是这样 但是 但是就是 没有讲得很死 所以大家只是说 有这个说法 那像现在 雅特拉斯他们 陪陆顺兰相关的网站上面 不是有几周年 他们那个 25周年 25周年的情报 他们不是要慢慢丢 前阵子才丢了一个 不是就有人说 最后一格是白色 就有人在那边 就是开玩笑说 搞不好这次P6 对不对 主题色就是白色 对不对 又有人那么说 对 又有人那么说 但就是终究还没到 所以等等看 只是说如果 纯粹站在粉丝的立场 我当然会希望他还是 能做就做 可是你如果说是 换了一个团队去做的话 说实在是会有点担心 会觉得说如果做杂了 那道路真的感觉 比较错 其实我个人觉得 换团队的可能性 应该是蛮高的 对啦 应该是蛮高的 因为都分出去的 感觉应该都会缓 但也不一定 因为其实 这个P5的开头 他还是有写Studio Zero 他也是有 用另一间公司的名义 在制服 所以我觉得也不无可能 他还是一样 用Studio Zero的名义 在制作 然后可能在亚特拉斯的旗下 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也不知道 对啦 那 只是我觉得P6 应该还是有可能 我自己觉得 因为这个系列 是成功的 我觉得 不会有公司 就 就是我连试都还没试 我就 放掉这个IP 让它停在这里 对 我也是这么觉得 所以我觉得应该 6还 有赚钱的东西就 不会有停下来的一天 一定会榨干它所有价值 你赶快出 我都买 而且我觉得25周年 他们要搞这么大的一个 一直发行消息的 一个活动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 有点什么才敢这样做 对 又不是每个人都跟零一样 对不对 20周年要只是重置 毕竟这个IP还是算活跃的 然后所以我觉得他要搞这样子的大型消息放送 应该是有他的用意在吧 除非啦 除非 最糟的状况 最糟的状况是 Persona M M Persona是周游 不要 我不要 放掉 Persona手游已经有出啦 已经有出啦 听着很差 你是说那个 有AR的那个吗 好像是 我不太确定 但我知道前几年有出一个手游版本 我记得那不是女神转身 那个是女神转身的手游吗 我有一点不太确定 但我记得是 都有的样子 好像是都有混合 不好意思 我错了 女神转身的手游 对 她是女神转身 她不是陪陆周游 对 她不是陪陆周游 对啦 都好啦 不是都好 都不要啦 我不要 最后 女神一轮路 手游版 腾讯正版授权 你们没有手机吗 直接疯掉 他有本事 他是出手游 然后再出一个陪陆周游 就说拿5的同款手游这样 对不对 同款手机这样子 我其实觉得手游可能是不可避的一项 但是我觉得不一定会是最后的压轴 应该是我觉得手游 他们我猜啦 雅特拉斯他们应该是不会自己去做手游 但是你看各种联名 Club其实就到处都有啊 像是那个Gran Blue Fantasy嘛 GBF 还有那个什么有几个 反正我记得两三款了啦 已经有一些手游都有跟 好几款好几款 不止两三款 大家最常聊到这个最强打工仔 一个就Joker嘛 P5的Joker 然后一个是2B嘛 你也是这种人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炭治郎 最强打工仔 到处授权手游 其实我觉得手游的部分啊 因为之前腾讯 还是哪一个大的中国手游厂 他们之前有一个也是那种大型活动 然后有释出影片 然后弄了一个非常像P系列的 这个宣传影片 手游的宣传影片 非常有P系列风格 然后但他们说 这个游戏是一个秘密的游戏 他们就叫Project什么什么的 那还没有公开正式名称这样子 然后它里面有一些要素暗藏起来 好像就是大家可以用 那些暗藏的要素去解析出来 它是Persona系列相关的东西 所以有可能就是从 那个当时释出的那个影片 应该就是P系列的游戏合作 蛮有可能的 有可能 就是可能接下来他们公开的资料 也有可能会公开到这个部分 对 所以我觉得手游可能是一个 不可避的项目 但我觉得应该不会是最后一个 就是最重大的那个项目 应该就是不会吧 史克威尔都已经给他们看得这么清楚了 你搞手游也不是不行 但是你不要把主力放在手游上面 会被骂 但史克威尔靠手游应该是赚得满满满的吧 这我还真不知道 不过史克威尔不是最近又搞一个那个吗 FF系列大逃杀 对了那个 我觉得25周年应该还有一个P3重置 我猜应该 这个就要看了 因为我个人来讲我还是期待的 毕竟当年的P3我没有玩完 算是比较可惜 对因为那个时候是我玩PS2 可是当时是全日文 那说实在P系列你要啃日文是蛮痛苦的一件事 你如果日文不够厉害 你啃不太下去 所以我当时其实没有啃完 然后后来就放掉了 但之后的P4也是黄金版中文版出来之后才去 如果有重置 但是我这个人还是蛮期待的 如果有 因为3的重置呼声蛮高的 所以我觉得3应该有机会重置 用5代的规格去重置应该是真的蛮帅心 那应该不错 另外一种潮感 所以我觉得他们比较大的三个消息 一个应该是P3重置 手游版 然后P6 我自己 最完美 最完美的希望 我们到时候就来验证看看 觉得这三个猜得走不走 希望是这样 不要给我最后一个是手游 看我疯掉 虽然我老实讲 我老实讲 如果是手游 我应该还在这玩 要看啦 就是一定会有兴趣去碰一下 但就是要看它是什么类型 好啦 我们这个 从木黑匠师聊到整个PC里 太大了 这一题差不多聊到这边 好那接着呢 是我们下一则新闻 这则新闻应该会稍微长一点 我们今天大概又可以分成两集 现在已经录了一个多小时 这一集大概 这个讲完大概又是快半个小时 然后我们真的还要聊 黑箱集 黑箱集 我们这一集又可以剪成两集 一次录音又可以剪成两集了 我觉得有机会剪到三集了 如果你黑箱集要单独拿出来的话 我们考虑看看要不要把黑箱集单独拿出来讲 好那这一题呢是最近比较大的一个新闻 就是这个3C达人电脑王阿达 在节目上跟主持人介绍VTuber的产业 然后就说这个长相不受欢迎 才会当VTuber 这个发言呢 马上就召到沿上 那这个以下呢是这个沿上的这个新闻 我自己从雅虎导的大致念一下 让大家不知道的观众稍微理解一下 那在10月30号的时候呢 民社财经财经周末啪的这个节目 3C达人电脑王阿达在节目上 跟主持人介绍VTuber的产业 那其实他们这一环主要是要介绍 最近很流行的这个Metaverse 是元宇宙的这个概念 这个最近其实我也没有 还没有很懂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反正这个3C达人来跟他们 介绍这个东西 然后可能就顺势就提到了这个VTuber 然后所以这个电脑王阿达 他就也顺便了来聊一下 问他VTuber这个东西 然后他就回答说可能 宗志人是因为长相不受欢迎 才选择成为了VTuber 然后还说VTuber是可以 任意的更换配音源 然后也不会有一人涨价的问题等等的 然后可以看得出来 不管是节目方还是这个电脑王阿达 都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 然后就来讨论VTuber 然后其实也让网友非常的生气 然后后来在10月1号的时候 他就这个电脑王阿达就出面 在他的Facebook上道歉声明 然后同时就有讲到什么 八十光年配音源被替换的事情 然后与本次事件的对比等等的 那并加上了去年7月发生的 就是伴爱换人的事件 然后然而多数的粉丝呢 其实并不买单这则道歉的贴文 然后甚至在文章中 他加了许多搞笑元素 更是让粉丝感到更加失望 认为这篇道歉一点心意和悔意都没有 后来也有在重新在他的粉专 又拍了一部影片 再重新做了一次道歉声明 但还是有部分粉丝认为不能接受 虽然是可以看得出来 他有心要为这件事情负责 但他的言行可能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支持 从这次的事件可以看得出来 不管是节目方还是电脑王阿达 都有在节目中说了不当的言论 那虽然他的愿意处理公开道歉 这一点是值得嘉许 但是很多部分并没有做到很完美 那可以相信以后呢 对公开言论也需要更加的小心 那以上这一则新闻是来自 雅虎新闻的一个懒人报整理 那今天就是要简单的聊一下 这一则事件 先问一下 身为VTuber的语根 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我不站在过度谩骂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其实真的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搞错了VTuber本身的意义 他的方向其实没有错 我不是帮他说他的方向没有错 但他的那个方向其实是只适用于 纯正的配音人员 对对对 其实VTuber本身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角色 一个配音 就是有我相信大家有在接触 真的有在接触VTuber的人 应该就知道 其实说穿的VTuber只是 就是跟一般的实况主 或者是YouTuber一样 只是我们多了一个二次元的外貌 对这就好像说今天假设你喜欢AJ的节目 对不对 那我就是变成说 假设今天我就把AJ提掉 然后我就说大家欢迎来到 余根的宅慢慢说 味道就不一样 你知道吗 那整个点是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喜欢VTuber 其实主要是喜欢里面的一个人 我们换另外一个说法来讲好了 像Holo Life 日本Holo Life前一阵子 不是童真可可就毕业了吗 对不对 可是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童真可可的宗智人是谁 那他现在他回到他自己的频道开 你看就很多粉丝就照样追随他去跑 难道这不就是宗智人的魅力 对不对 那你说如果真的只是换个皮那么简单 那Holo他们如果再找一个人 来同样的去顶童真可可的位置 大部分的人是不买账的 其实同样的例子就是 几年前的那个皮子蛮爱就发生过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电脑王阿达他讲的东西不对 只是说他的认知上跟有实际在接触这个产业的人是产生了冲突 但他不了解这个冲突他又硬要讲 之后的道歉他又用他自己的观念来解释 那当然是得不到大家的认可 甚至我记得好像他在讲完那个新闻没多久的时候 西洽还有人贴那个人宗之龙里面有一个桥段来讽刺他 什么桥段 我没有看到 就是有人去瞧的就是那个我不知道是人宗之龙几代 他就有贴几张图 然后里面有一个NPC叫做电脑王 然后电脑王就跟那个主角就是说什么我IQ19 怎么可能会输给你 然后我们来比赛啊干嘛干嘛 然后最后面比输的时候电脑王说可恶没办法了 然后只好打架 然后他有一张剪图就是同声一拳打飞那个电脑王的脸 他的那个标题就是说为什么电脑王要挑战就是自己没有把握的领域 好强喔 你可以反应我可以去找一下 但是我就是说干这对啊 就是你干嘛你的领域就不在那里 你干嘛去挑战 我必须要讲就是因为C-Shar他这个版就是PC这个版 你要讲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ACG点 就是你至少要你是跟ACG相关的东西 那你今天可能单纯谈论这件事情不一定符合这个版上的规范 所以可能会被删毁 然后大家就是说这个电脑王为何要挑战自己不擅长的领域 然后点进去他是人中之龙的群群 他就符合这个要讨论ACG的这个点 然后但他同时讽刺了这个史诗 我贴给你看 我贴那个discord 你可以大概看一下 反正就看个截图就好 然后我这边Youtube这边我也有贴 大家有兴趣可以大概看一下 好好笑哦 对啊 这都为什么要挑战自己不擦手自己不守的领域 然后又打飞 我觉得这个是 你传逛C-Shar人 你会觉得这个真的超好笑 因为他为了要讽刺时事 然后又要符合反规 而衍生出的效果 这个如果有常逛可能会比较懂 有兴趣就可以看一下 那其实我自己想要聊的角度是对于VTuber不理解 还有对于领域不理解这个事情 其实因为我自己也算是有遇过像电脑瓦闸这样的事情 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我自己犯的错 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以前一开始对VTuber这一块是没有那么熟悉 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然后所以当时我在做也是Podcast的节目 然后当时也是要聊每一期的新闻 那当时最大最大一则新闻 就是这个同声可可跟赤锦星就是被小小龙出生的事 龙心事件 龙心事件 这是当时最大条的 那不可能不聊 因为他毕竟就是当时ACG最大条的行为 那但是聊的过程 因为我有请我的助手帮我整理一些资料 那他有一些算是小小的附助 可能会大概告诉 让我比较好理解这个角色 因为我不熟 他比较好让我理解角色 所以他有花号说 像谁谁谁可能他的中资人是大概怎样的身份 然后谁的中资人大概是怎样的身份 这样子 那他都是讲一个大概 那我有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部分是不能谈论的 只是不应该谈论 就是VTuber的中资人这部分 那所以我当时就直接把这个 他写给我的小小的tips 我就把它念出来 那我就不知道这个算是违反 那所以我就当下 后来就是有一些人就挑出这一点来批评我 那我也是看了之后有shock到 然后我跟我的助理讨论之后 他又跟我说 这个东西其实没有要让我讲出来 那他也蛮意外我会讲 因为他不知道我对于V圈是这么的不熟 我当时真的就是 我确实就是新闻嘛 毕竟就是趁热度 所以我确实对于VTuber没有下那么多的功课 那所以我当时就为了这件事情道歉 因为他烧的没那么大 所以我就是有道歉 然后并且告知说 我未来对于这件事情会更加小心 所以我确实现在可以尽量的避免提到 就是无论任何V的中资人的部分这样子 那其实这是 其实从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延伸到说 就是连 我不敢说我自己是什么多资深的ACG大佬 但是连我都会犯这样的错 我觉得更何况是电脑花达 对对对 但我觉得其实就是 但我觉得他还是犯了一个很 就是在这种领域上绝对不能犯的错 就是像我是做动画评论的 那我可能会尽量少讲我很不熟的领域 对对 就是今天假设要讲射击游戏的技术 那我可能就是只能闭嘴听人家讲 或是跟他小聊一下 那我要怎么增进我的技术 就是以我这种角度 就以我自己的角度来询问一些 如何的一些访问问题提问这样 我可能只能做这种事情 我没办法说射击 就是每天这样练打靶就会进步 干这一定他妈的狗笑 他妈设计游戏玩的跟屎一样烂 但是聊ACG领域 我可能就可以聊的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电脑花达就是 他今天是讲3C的 他可能对于3C的东西 或元宇宙的东西 他可能真的能讲给什么 但今天刚好碰到一个 突然丢一个球给他 这颗球他不应该挤 他可能就是只能说 而这可能是V2的东西 他可能不是很熟之类的 那我相信 其实年纪 他看起来应该也是一位 四五十岁的阿伯 那这种年纪的人 你要他做这种比较 放低身段的事情 他可能会觉得有点没面子 他可能就会想要 撑一下 然后展现出我自己 对于这各个领域都是 能聊的 或是觉得这是 有一点分析的领域 但是也包含在我领域的 他想要去聊这样 我觉得电脑王阿达 他感觉出来的比较像是说 比较有点给人的感觉是说 而你们觉得 那是你们认为 我可以有我自己的观点 我认为就是你们里面可以替换 你如果不认同 那就我们的理念不合而已 没什么好讲 所以他有点用这种方式来 来让自己就是说 利于就是我其实没有错 只是我的观点跟你的不合 可是大家可能比较反感的点就是说 我们也不是不尊重你的观点 但是问题是你的这个观点 在根本上就有问题 那就好比说 假设我把我随便举个例 我会觉得说 3C产品很厉害 3C不就是海边的那些沙子 跟石头弄成的东西吗 所以你们搞3C的 都是去海边挖石头跟沙 对不对 我也没说错 我说的是实话 你觉得我有问题 但是我跟你观念不合 对不对 你一个懂3C的人 你天哪 很想捶死你 就是那种感觉 你不是那个领域的人 你只懂一些皮毛 你要说那是你的观念 没有人说错 但你不能够这么理直气壮的说 你不认同我 那只是因为我们里面不合 就这样子讲 本来就很难让人家信 对 你错的点就不是在那边 这一边就可以延伸到 一个我今天特别又去查了一次 就是志祺七七介绍的道歉舞结构 我觉得电脑花砸最大问题 既然你也知道 他其实也有在他后来的道歉文中 讲到说他知道他讲错了东西 然后所以他有做出道歉 但为什么大家一直不接受 其实就很多的问题 就是他在整个道歉的文中 还是做出了很多高姿态的行为 其实让人很不满 对啊 那我这边重新介绍志祺的道歉舞结构 那我觉得是蛮有用的 如果今天大家出了什么 沿上的问题 也可以试试看哦 那首先呢 第一个是感谢支持 感谢支持让你就是 比较低姿态的开启这个对话 因为是你感谢大家 很抱歉今天出了一些问题 那感谢大家愿意花时间来看我们 看这个帖文 然后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这件事情 然后接下来是说明这个争议 那就是你要说明你的争议的时候 你也尽量不要太为自己死白这样子 不要单纯为自己死白 说明好争议 然后表明好立场 然后最后你是要选择道歉 感谢支持说明争议 表明这个立场 然后还有道歉 然后最后一则 我觉得其实蛮重要的 就是做出行动 就是例如说你今天 做错事情了 那你要怎么用行动来做 来付出来改变 那我觉得像我之前做 之前我道歉这件事情 我就是会谨记在心 我就是有表明说我之后 就是关于YouTuber的事情 我对于这件事情会特别小心 虽然我不敢说百分之百 有做到 但我至少有意识的时候 我一定会记得 就是不要去谈论这件事情 或是做太鲜明的影射这样子 虽然是大家可能都知道 虽然是大家都知道 我的宗志人是黑猫 但我也尽量不影射 我的宗志人是黑猫 之类的行为 就可能尽量尽力去做 可能有时候不小心 他会尽量这样子 自习自习自的道歉机构 我觉得电脑瓦拉达他其实就是很一直 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年纪到了这个程度 他就很难放下这个姿态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他很难对于 而且他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人了 所以他可能会觉得 他为什么要为了这种名字 所以他每次 我每次看他的文 我都觉得前面好像讲的还行 但到最后他就一定要讲那几句 就可能要讲几句 你不认同是你的问题 或者是 好啦我都道歉了 那你还要不开心 我也没有办法 我就封死你 之类的 他还是一定要多戳指 那我觉得就是 真的就是姿态放不下来的问题 那我觉得他其实都已经前面讲了 他了解他哪里做错 哪边有争议的 其实我觉得他讲的该讲的都有了 但就是态度真的是不让人满 我自己感觉 这整件事情 其实是可以落幕的 但他就是硬要继续这样操 不过我觉得话说回来也还好啦 因为我觉得粉丝群真的也不一样 我真的觉得他就算得罪了这一波 其实对他自己本身的事业 应该有点解 确实啦 但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观感的问题 就是你也可能会 流失一些你的隐藏群众也说不定 对对对 就因为可能这些人长大之后 他们可能有一天 可能在网路上找资料 刚好就找到的是电脑王阿达的 我就会选择 对对对对 因为我知道他的作品这件事情 那因为你的粉丝都会长大 他们有一天可能会变成你的客人 那所以我觉得终究还是 要对品牌形象 你说这个东西是真的对哦 其实就好比说像我们自己在做VTuber 我们当然都知道尽量不要去提中资人的问题 你刚刚也提过了 其实这就是一个有点算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你不要去讨论中资人 就是希望大家做到的事情 可是你实际在这个业界的人 你表面上不说 表面上不公开讲 那你私底下跟一些比较要好的朋友或干嘛的 其实难免还是会去聊 比方说谁是谁 可能大概就是谁 感觉是谁 有些有机可取 那回到你刚刚的讲 就是说你如果做了这些事情 你可能对当下没影响 但是它可能都是一个潜在 或者是对于你往后发展的危机 这点我为什么认可 因为在前一阵子 这边我不会紧名道歉 反正就是前一阵子我们也就有发现 这个台湾越来越多的VTuber开始出来 但是有一些VTuber出来的时候 就马上被攻击 为什么 就是你会觉得很纳闷 就是为什么人家不是好好的 为什么被攻击 结果一看到人家去讲 就是这个人 中资人其实非常的糟糕 就是过去有非常多的一些 不良的记录 或者是非常糟糕的过去 像这种东西一旦被人家挖出来 你基本上就做什么都不用说 就是虽然大家都知道 不去讨论中资人 可是当大家其实就是都知道 那个人是你的时候 那大家就会用那些既有的眼光去看 就是说你现在表现的这些一定都是假的 因为他过去就是一个什么样 什么样的 对 就是很容易被这样讲 那其实像电脑王这种概念的话 当然我也不是说一定会 但是搞不好真的五年十年之后 对不对 那个可能不要讲VTuber 就是虚拟人物这个圈子 开始超级大流行的话 假设变成是全球 甚至连那种明星政治人物 都有机会变成虚拟人物的话 原宇宙时代 对 那这种时候 人家去翻到电脑王的文章 那电脑王如果那时候想要出来说 我们对于那个设备的改进 什么大家一定说 干你不是你根本就不懂了 你只会讨论中资人 可能就下去了 这是一个概说 但是我说确实 有的时候有些事情 真的你不要讲过头 因为网路上都会留下这些终极 其实这是真的 因为真的网路上都会留下终极 我觉得要讲网路上留下终极 大家不要觉得 因为我们算是半个公众人物 我们有自己的粉丝 所以我们自己知道说 我们言行要多注意 那就是各位听众 你们也不要觉得说 你们因为就是普通人 你也不用在意这种乱讲话 千万不要这样解释 我之前看过一整 我之前看过一整文章 我觉得超好笑 就是有一个男生 他就是非常常在PTT 发一些仇女的文章 就是对女生仇恨的那种文章 然后很常发 然后女生母书 看到B&W的钥匙就高潮 之类的 就在那边讲 然后有一天他追一个女生 然后后来就有人 把他的账号截图 这些对话留言 发文全部截下来 然后给他喜欢的女生 然后那个女生 对他好敢直接归零 还往好听说话 直接归附 直接辨附 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下 自己的发言 不要以为找不到 只要在网络上 绝对都是有痕迹的 不管再怎么秘密 所以大家还是要记得 记得一个原则就好 你敢讲的话 就是你现实中 你也敢讲 你才能在网络上讲 你在网络上不敢讲的话 你就偷偷的私底下的 跟你最亲密的好友 小小的聊一下就好 对 这种垃圾话 对 刚刚有点扯远 我还想再讲一小件事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 虽然我觉得 电脑挖达他的态度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自己也觉得说 粉丝的行为也差不多 到一个点就好了 因为现在听说就是有香港人 听说是香港人 如果误会了 真是不好意思 那就是有翻译成 把影片翻译成英文版 然后放到网络上 然后替全台湾的人 跟国外的观众道歉 我真的觉得这种过激行为 有点是大可不必 真的是大可不必 然后我觉得有一些粉丝做人身攻击 我觉得也是真的不用 虽然电脑挖达也是说 长得不受欢迎才会去当问题 所以你们肯定也觉得 你也长得不好看 这种话来挥击他 但我觉得这样 你也等于把自己的立场 自己的水准拉到跟对方一样 我觉得尽量还是保持一个 理性就事论事的看法 不要过激 因为过激对自己的圈子永远不好 佛系会比较好 因为通常过激的行为 都会让这个圈子 越来越让人难以加入 以及让别人别的圈子的人对你的圈子有不好的印象 会歧视你的圈子 有一个实际例子 就是大家应该都听过东方这个系列 对日本的一个通文游戏 满了我知道你要讲什么 我不会讲太多了 因为如果我要老实讲 我东方我也没那么熟 可是我要讲因为东方毕竟是我们 就是我们还在学生时期的时候 相当红的一个系列 所以那个时候陆坑迷东方的人很多很多 可是就是因为陆坑的人太多 所以里面粉丝的数值就是撑之不起 然后有一些人可能纯粹是想乐派的就没什么问题 但是有一些就是会过激 他会去严格的剖析 角色的过去声势设定等等 那有新观众或者新的喜好者进来的时候 去发表一些感想跟言论 那这些人就会跳出来说 你们完全不懂 对不对 你们的功课做的也不对 我告诉你要怎么样 然后就这会非常大影响那些新加入的本事 就会觉得好烦哦 就是我只是喜欢这个游戏 或者是喜欢这些角色的一些 穿着打扮跟彼此的互动 你跟我聊他们的过去声势 然后说什么谁跟谁在一起的快乐都是假象 其实他们的内部设定什么的 就干我不想理你这些东西 然后就不可能 所以为什么东方在那阵子爆红 然后之后瞬间快速的没落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些老害搞的鬼 我只能说老害真的在各个圈子里面 真的都有 而且都是对这个圈子非常不好的东西 对 我是觉得他们的爱跟他们的喜好是认可的 但是你不要过度的去干涉别人 我觉得这点是要注意的 像我哪一个圈子我不讲 因为我后面讲了我也会舒适 我就是某一个圈 那个圈我原本也想入坑这个圈子 然后后来就是我有聊过这个圈子的东西 然后就有很多人在下面吵架 然后也有嘴我的 然后我就觉得 我觉得我讲的已经尽量的算是 中间的例子 然后有一些东西是他们自己搞错 我误会我的意思 然后也在嘴我 然后就觉得很不爽 这个圈子的人让我也 就是让我非常的反感 所以这个圈子我最后就是原本 当时是那个圈子在台湾比较红的时候 然后我也有关注到 所以我有想要入坑 然后后来这个圈子的粉丝的行为 让我实在是没办法接受 所以我最后就也是就 算了我就不入坑了 我就不看成这个系列作品 所以真的粉丝行为过激 真的会很影响别人的观感 顺便再讲另一个圈子 另一个圈子也是 这个圈子我就敢讲 因为我根本没入 我只是随便玩而已 就是那个TRPG系列 TRPG很多人 听说很多老玩家 就是会很不喜欢什么新手 表现得很不好 你不够认真的RP 你不够认真的演绎之类的 会对于这种玩家很严格批评 或者是有YouTuber 或者是甚至最近VTuber 也有在玩TRPG 也不要讲那个VTuber 这比较早之前很多YouTuber 也有偶尔会开台玩过TRPG 像我自己也玩过 然后就会有一些人就说 可以不要那些YouTuber在玩TRPG了吗 他们扮演的实在是有够糟的 可是觉得我新手玩个游戏 到底是想怎样 我虽然是觉得 反正我没差 因为我没有要管他 其实我自己跟 在这个圈子工作的人 在TRPG圈子 虽然经营的人也有聊过这件事情 他们就说这种众人很多 然后他也觉得 就是不要理他们就好了 反正我觉得各个圈子都一样有这种人 其实这个额外一提一下 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就是 我们俗称的比较过激的这些粉丝 他们可能不认为他们自己有什么问题 他们可能比较多的想法是 就你自己搞不清楚 我告诉你正确的事情 你又觉得我在当老害 那是你们的问题 就是也不否认这些想法 可是其实要考量的是 整个业界跟整个圈子的发展 比方说我们一定要用TRPG来讲 比方说你这样子各种方式 去刁难心路玩家 心路玩家不入坑的情况下 圈子的心血就变少 就新进人员变少 那你们老一辈的 不可能永远是你们老一辈的在玩 对不对 你们的财力也好 或者是你们的时间也好 都毕竟是有限 人越少那就表示 投入在这个东西的热度就越低 相对会影响的就是去创造这些游戏的开发商 他们找不到商机 他们没有办法靠这个行业继续生存的时候 势必他们为了生活也必须要转好 必须去研究别的东西 那你虽然你在这个圈子里面 你有非常多的经验跟知识 可是你阻断了各种心境人员的进入 然后也阻断了这些开发商他们的动力 那最后面你到底剩下什么 其实主要要讲的 我觉得比较严重的 就是为什么要说不要尽量的去迫害新人 或者阻止新人进来 我觉得其实最主要是你要巩固这个圈子的长久发展 他们进来他们菜他们嫩 这个是我觉得可以体谅 难道他们慢慢成长起来 他们就会知道说他们曾经犯过的哪些措施 但是问题是他们终究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跟自己特别的一些作风 那他们可能会帮这个圈子带来一个新的风气 你太快的去抹杀掉 只巩固在你们的圈子里面 其实你就等于是在把这个圈子或这个行业迈入棺材 就是十几年后 十几年后大家听 还有这个东西 都不知道了 这是真的完全没错 因为你不拥抱新手的话 这个圈子一直萎缩 最后就是没有人玩 没有人看或没有人玩 没有人喜欢这个圈子 最后就是小时 所以真的 如果真心喜欢你现在的这个圈子的话 就是多鼓励新手多拥抱新手就最好了 把你的良心遮起来 很棒 你很棒 你很棒 超赞 你可以 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终究还是一个态度问题 我必须要说 你就是在胸 你到底在胸直点 真的 就是跟他好好讲 你这个其实是这样 或者是假设间讲设定 其实你不知道 其实还有这种 他们背后还有这种关系 其实很有趣 你可以去某某游戏去看 还有他们还有这样的故事线 之类的 这样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说白痴 他们其实是怎样的关系 年轻气盛吧 年轻气盛吧 老害通常都三十几岁 还要年轻气盛 吃这个屁 我也是各个圈子都小碰一点 所以看过各个圈子的老害 我自己虽然也很爱戏称自己是ACG老害 像是我这个星海城 大家都说 Red Wings的歌好棒 我会说妈的 星海城配Red Wings垃圾 他要配天门才是真的 但我一直讲着开玩笑的 你喜欢你的名字 你喜欢天际之石 我也觉得OK 尊重你的选择 我只会说我弟没那么喜欢 但你喜欢OK 喜欢OK就好 你究竟只看第五部 OK好 OK 他闻是什么 我不知道 只知道屁身 OK 可以 你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二部 第二部这个乔斯达 乔斯达 对 贱男人 也有气 我可以懂 因为有时候朋友 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他们会吐枭我是 某一部分游戏的老爱 像我这边 我来提就好 因为这就是别的话题 就是圣火侠魔路 这个系列 你应该有听过 对 对 前几年的时候 Switch出 他不是在上面出了一个 叫什么风花雪月 的一个最新的系列 但其实我自己玩 我就觉得那个游戏 做得很糟糕 我觉得很愤 可是其实他的反响超好的 他卖得好 在欧美也是非常的热门 但为什么会说 我觉得不好玩 是因为 我最早接触圣火系列 是在他的四代 就是以代数来分 他是四代 他的副标题叫做 圣战的系统 他其实就是操认时期上面的一款游戏 那这款游戏 他比较酷炫的地方是在说 他的背景主要在影射 欧洲那个时期的一些贵族的领地概念 跟就是那种争讨打战 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相关的设定 比方说 亲戚之间的乱伦 然后还有政治相关的阴谋论 他在游戏里面 毕竟是早期游戏 所以剧情不会交代的非常清楚 可是你去解剖他后面的一些设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个人跟这个人竟然是亲兄妹 然后他们竟然还结婚生子 之类之类的 然后甚至是 你看到某一个人很笨 但是实际上他是背后被某个人操控 然后那个人操控他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要併吞另外一个国家 等等 他的这个背景设定就变得很丰富 那后来圣火想要摸入这个系列 慢慢的就被任天堂收购 就变成任天堂再出 那可能是因为考虑到这个游玩年纪 跟这个感官的问题 所以他们的剧情上 对 他们在剧情上跟一些设定上 都变得比较平静的 对就是比较不会有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可是对我来讲 因为我最早入坑就是世代 所以我就会觉得那个后面很多都 有点算是就变小孩子在玩 对已经没有一些冲击感 对但这个时候朋友就吐槽 干你就是生活老害啊 你就是老害 你就是一直在那边批评他们的新游戏 这样子 我就对了 是生活老害没错 人一定都会有一些老害的部分 但是就是 你不要刻意就好 你不要刻意去抵制或批评就好 就是讲一下 或自己吐槽一下自己 这样就好 对对 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说 你不能 你不能不喜欢 你当然可以不喜欢这些东西 对对对 但是你要尊重 喜欢他的科学 对对对 这是真的 对对对 那如果你想要希望那些人也可以拥抱过去的那些东西的话 你当然要尽量以温和推荐 希望他尝试的态度 来好好的跟他介绍这些东西 他不是说你不玩这些东西就是傻逼 你不玩老的 这其他你就是傻了 喜欢新的 没品味 千万不能这样 对 而且老游戏其实真的就难推啊 如果不重置的话 就是大部分的人 就是新一代的玩家 你要他们去玩那种二三十年前的游戏 不要讲内容的 光画面他们可能就收到 对对对 对对 所以就真的是不强求 这只能说就是说 你如果已经习惯了现在这些游戏的剧情描述跟风格 对对 你觉得没有一个跳脱 就是你玩游戏玩来玩去好像都在讲类似的事情 有点跳脱不开的话 你可以考虑去玩玩看以前的老游戏 因为以前的老游戏 他们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一些道德规范 确实 对 他们很多在游戏设定上是真的是跟现在完全不同 就会比较过激跟激进 其实这样讲不太对 就是会比较世界观会比较大 他不像是现在很单纯的 就是什么勇者拿到剑就要打败魔王拯救世界 这样就可能不是 如果在以前的套路的话 有可能打到后面你才会发现干主角才是魔王之类的 对对就是会有一些反转的点还蛮有趣 好那我们这一part这个聊蛮长的差不多快要看到一遍 好那我们自己的新闻就先聊到这边 好 好我在想要继续聊下一个就是你讲那个黑箱集还是今天剪成 黑箱集你看你啊 因为我是觉得下礼拜聊 如果下礼拜要聊黑箱集 我是怕你剧情可能已经晃得差不多了 趁你现在记忆犹新可以聊 那反正你聊了你再当另外一集剪 我是不剪的 好了现在已经一路了 已经可以剪两集快三集了 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节目的话 欢迎在Apple Podcast的下方留言 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想法 想要留言跟我聊的任何事情 欢迎给我们五星好评 如果你给我五星好评的话 我一定会读你的留言 就是之后我会早些读你的留言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宅漫漫说 就到这边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